朋友你好,今天是2021年12月7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说这昨晚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中呢,十多名身穿净通试荣字样制服的人员 将一名骑车带着一款甘蔗的老人团团围住 随后把老人的甘蔗是全部拿走 只留下老人待在原地时嚎啕大哭 事发于江苏南通海门区三星镇 视频一出,玄机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今天,当地的最新通报是 区纪委进入调查对三星镇负责管理职责的政府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城管中队负责人城管片区负责人启动问责程序 同时,三星镇政府登门向老人致歉 在此事件中,老人哭喊的无助和身穿制服者夺走甘蔗的强悍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刺通了无数老百姓的信 按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说法 涉事卖甘蔗的小贩乱扔甘蔗皮影响了市容市贸 市容管理人员多次提醒无果 谁拿走了甘蔗,引导小贩到指定地点售卖 他们说,小贩走了以后甘蔗还是会还给他的 可即便寓以引导喝清喝礼 但其简单粗暴的引导方式却很难让人接受 就算市容管理再严 也不该对一位卖甘蔗的老人如此粗暴 引导需要文明,管理不能野蛮 这该是城市管理的共识 对这样的粗暴化管理就应该用依法追责 严肃问责去申明原则 事发后呢,当地官方通报来得很及时 既有定性也有道歉 还明确以启动调查将依法问责 公众希望此事能在严肃追责 深刻反思中画上妥善处理的句号 但是,能吗? 进一步而言 这些市容公司人员抢走老人手中的甘蔗 涉及的不止执法方式的不当 还有执法权性的疑问 从法律层面来讲 邪管人员没有执法权 如果老人卖甘蔗的行为涉战道经营 或乱扔甘蔗皮涉影响市容环境卫生 那也该由执法机关依法定制权和法律程序来纠正 无论是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扣押行为 还是作为行政处罚措施的没收行为 都该由城管执法人员来行使 而不能交给辅警或者协警甚至是临时工 更不能转给企业员工 依照法规 邪管人员不得从事具体行政执法工作 第三方市容公司人员自然更无权代为执法 遗憾的是 从今年9月南通邪管员连摔摊摊老人事件 到如今这起市容管理人员围墙老人甘蔗事件 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那就是粗暴执法问题背后 都连着邪管人员上街执法乱象 执法权不可外报 让邪管员或保安对摊犯执法查封暂扣没收 本身就不为法际所容许 出了问题 相关城管部门或人员难辞其咎 就这起事件而言 要调查追责的对象 除了现场粗暴处置的相关人员外 还应该对城管管理执法权限存在的顽急 全面调查和严肃问责 不能总是高高举起信心放下 只有追责应追尽追问责落到实处 才能给执法行为带上文明规范的紧箍症 咱们来回顾一下整件事情 说这事件发生在12月6日午间 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三星站碟石桥 视频中显示在三星镇碟石桥一街头 数十名身穿静通市容制服的人员是一哄而上 收走一名老农的甘蔗 搬到了执法车的后车斗上 老农先是无奈哭喊 然后卧倒在地 不少围观群众有警察前往现场 12月6日晚间 三星镇镇长回应说 身着保安制服的是政府购买服务的第三方 市容公司人员 执法过程缺乏温情 他说 我们政府也很痛心 正在联系当事人 找到以后我们登门拜访 表达歉意 涉事公司还不高兴了 说这件事情被恶意放大了 说12月7日南通静通市市容管理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说 老人不听劝阻 多次在马路中间卖甘蔗 公司负责人称 老人以卖甘蔗为主 队员们没有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他已经六七次在路中间卖甘蔗 给交通造成影响 公司也将对该市做相关通报说明 负责人还介绍说 这名老人每天将甘蔗放在路中间 队员也就是市容管理员们好心劝说 但他不听还是不断的挑衅我们 队员将甘蔗拿走后明确告知他 一周内去单位处理 这名负责人还表示 队员们只是做了本职工作 市容管理员从凌晨一点到第二天凌晨一点 都在维护秩序 他说原来一条路上车两个小时都过不了 现在二十分钟就过去了 今天的事情被恶意放大 我们也很难做 老人扮演了无辜的角色 其实他占用了更多的公共资源 随即针对该市容公司的人员粗暴对待 卖干这老人事件 12月7日海门发布发布了处理意见 一 区纪委介入调查 对三星镇负责管理职责的政府主要领导 方管领导城管中队负责人 城管片区负责人启动问责程序 二 三星镇政府登门向老人致歉 三 三星镇终止与南通净通市容管理有限公司合作 将南通净通市容管理有限公司列为黑名单 并根据合同条款 对南通净通市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相应经济处罚 四 区政府今天下午召开全区城管执法人员警示教育会议 深刻吸取教训宣传文明执法文情执法 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 还是官府会说话 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 对有关人员启动问责程序 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也已经登门向老人致歉了 舆论是有记忆的 即使是碎片化的舆论也是有记忆的 问责整改不能走过长 两个多月前九月份 同样也是在南通 一名城管协管员将一名摆摊的老人 从车尾拎起就摔到了地上 如果说之前的事情是偶发 为什么类似的事情再次上演呢 如果是上次已经进行深刻的问责整改 这次问题为什么依然出现在市融管理领域呢 这次事件中 唯独老人的黑衣人来自第三方市融公司 暴露出当地在城市管理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本来是政府购买服务 对市融服务事项进行外报 有关部门呢 却疏于管理 造成了市融管理执法的外报 市场化的服务外报 曾被当地视为弥补政府服务能力不足的好做法 但是呢 要把好精念好 真的是不容易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必须明确服务管理和执法的界限 督促有资格有义务的人员 禁职屡则 加强对服务外包相关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否则一包了之 就会让购买服务难以造福渔民 甚至危害渔民 这话并不严重 咱们来看 南通外包城管公司竟然报警了 依据有三点 一 网友拍的视频是断章取义 二 老人的哭声是后期加上去的 三 城管们的正常工作被不良网友抹黑了 真的是无耻的妈妈给无耻开门 无耻到家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才可以无耻到如此地步 集体明强老人干着是不是事实 这有视频为证 老人表情痛苦无助 那是不是事实 他们竟然还有脸报警 他们怎么还有脸反咬一口 说白了就是他们一点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 威风啊 一大群黑衣人去抢击一个73岁农村老头种的甘蔗 被抢者撕心裂肺的哀求 他们是浑然不顾 这般人真的是好敬业 如此敬业不严肃处理 还真的就有点说不过去 净通市容人员所属的江苏净通市容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曾与海门区海门街道办签署委托协议 承包市容环境管理项目费用总金额是2437万余元 而该项目曾被竞标对手投诉不正当竞争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